这次那个水应该是从这个 走进废弃的商务国小 教室里堆放许多废弃的书桌和书柜 整片玻璃门都不见踪影 地上还夹带许多泥土和落叶树枝 汇窍的话应该嘛要处理掉 现在把它变成汇烯 这个水锅可能又被全部盖住 也没有人去清 所以会造成一大雨的话 我们下面就会有点危险 已经废弃15年的商务国小 台风来金融地区发生多处灾情 商务国小边坡也发生土石流 泥水直接冲进了下方 商务坑路109项民宅 导致房屋墙壁破个大洞 壮开 然后土石流从这边和这边灌进来 这边就是差不多那么高 土石流沿漫盖沿掉 然后水从两边两侧溢出来 给溢出来 20号那一家全部冲进去 有两天国进来帮他们忙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做完整 那是否废校已经多年 上面的排水系统是否已经阻塞 造成这次这么严重的灾情 可否请市政府尽快将拆除 不然109箱这里的灾户 永远都在恐惧当中 只要有风灾或是雨大的情形 就会有类似的情形 那这次后方整个土石冲进家中 也很感谢国军 然后信义区公所市长 马上到现场来协助处理 那希望商务国小除了治安上的问题 有土石滑落的问题 受灾户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虽然这次有国军官兵 连夜协助清理完毕 但就怕再有好大雨 造成土石冲刷 居民和市议员呼吁市府 尽快拆除废弃国小 现在的话就是市政府 也在进出的 文字审议也过了 那赶快排预算 赶快来处理 那我们现场的话 其实有两块地方 也就是商务国小的后方 那都有可能会再次再崩塌 所以也要请市政府 上方的排水的部分 可不可以先把它做好 随度保持先做好 避免发生危险 那避免说有二次的伤害 尤其说这礼拜又有大雨各方面的 所以我们也会很担心 居民也会很担心 所以看市政府这边可以的话 尽快来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就是我们旧商务国小的话 希望说可以在今年度 就赶快进行 所谓的发报工程 我们接续就是会做 跟财政处那边报财产简列 那之后就会来进行 这个旧校址的拆除的招标作业 那排水购的部分还是要 因为我们会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编一笔 那个就是定时维护的经费 那我们会再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有需要再请厂商 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整理 学校荒废了十多年 长期又遭到游民占据 成了治安市角 这次台风来 学校编坡又发生土石流 造成下方民宅受损 地方居民期待 市政府能够尽快拆除旧校区 别让居民再提心吊胆 记者黄绍敏金融报导 主刀哥好像有债保 你过来